第六路,刮、沙、雷、穿 這個叫雙環褲 腰馬很重要,腰馬要夠穩 因為要轉和放長的手打出去 穿,在頭 伏褲那些差不多,三星連環 釘錘,白鶴那些叫吸 戰穿拋吸,邊釘劈射 差不多了,吸下去就是蓋下去 其實都跟哨,我們打菜理佛 一盤,砂,錶撞 其實砍,我們的褲口向上,砍下來 就好像我拿把刀,有沒有人拿把刀 還有拿支哨子給我 比如我拿把刀,我現在砍,師兄 這樣就砍了,看到我的拳 如果我沒有把刀砍下來,所以我們這個就是砍拳 好了,哨跟砍有些分別 哨其實我們的手是反轉的 雖然是由上而下,砍下來的小 但是那個分別就是,因為砍就是有帶著一些東西 砍下來,或者你看回我們的手 手掌,這個叫做抹砂 整隻手臂,這個叫做砍截 最後就是砍截,跟我們這枝都是拳拳拳 一般意識就是,這個是雙子棍 這個叫做哨子 哨子有長短的,這個叫做短哨 有一種長哨就是長一點的 總之這枝長一點到地下 好,即是說,我們砍的時候 這枝東西就多一個把,砍下去 把東西拳拳拳拳,這個情況就好像現在我 例如你打硬鎚 我掛開它 這裡,它就算是推我手 它推我手 砍一推,這個拉尾 這個拉尾 所以哨子就像剛才這樣 就算擋到它一折 你未必擋到它回邊的那一刻 我們北派的硬鎚 直鎚,它推我手 這樣擋,一樣是哨子 即是我們那個 第六路,掛 哨子,雷 串,衝 這個叫做雙環鎚 這裡 那你掛著 響紅 就這裡 轉腰那個身 這個雷拳穿 看到嗎? 短的 長拳 短打 這裡短打,推 這裡進 這個就是你打笛鎚鎚 笛鎚鎚打這個手法 明白嗎? 所以那個人不打下去 拿 這樣站著 你整個人 打我的頭 是嗎? 這個動作 好像這樣打的 是嗎? 你手一舉 一兩掌 是嗎? 開步 整個人怎樣可以整個 整體去做的事情 行不行? 就跟我們打工智伏虎的 三星連環 差不多 釘鎚鎚 工智伏虎最尾 不要搞錯 這個我們叫做紮鎚 吸下來 就是類似的 一個鎚鎚 由上而下蓋上去 不是用起來用豆角鎚 這個叫做長橋 短的豆角鎚 就是打太陽 有些衣服連著做 開頭 這個廢的牛角鎚 這個距離上面 出手 比鎚鎚短 所以控制上面 就容易一些 這個動作你會放在 我們拳的 公智拳裏面 這裡 你就 一個牛角 向太陽打 推擋的時候 這裡就撞上去 通天 這個就是 如果它一迫你 下一著就是那個迫爭 一迫一托 這些都是較為近身 後面的伏虎拳 叫做紮鎚 吸鎚 這樣吸下去 五行熟鎚 即是跟我們那個分金 由上而下扔下去的勢 都是熟鎚 我們由下而上 上這個叫拋 拋是熟水 五行熟水 現在我們就是 用那個連環三星去說 就是 譬如一星一下 二星三星連環 這就是三星連環 這組動作 這裡 一落 這樣就撒下去 整個勢 扇下去 一吸 譬如我打人 扇下去 打手臂 這就是要講你的腰相 勢力 勢力 功力 氣勢 一扇 miners 扇下去 你可以在手 肩 手 一扇 你打掛 掛打臉 然後 泡 好,接着这个扎钉 这个就是在公子伏虎拳里面 后面放长条桥打 记住这个是没得收的 你小心,如果你真的用,不收了 当然要看对手 不要误解了,我们用起来,这个是牛角锤 练习的时候有一个吸锤 用的时候是牛角锤 吸锤和牛角锤有分别 看到吗? 牛角就是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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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天就是通天 清清楚楚些 怎样为止吸? 盖上去为止吸 不是吸的,我只是牛角 所以就变成后面的东西 又做不到 是吧? 其实你吸了下来就是铺牌后面的东西 一吸 这里 如果牛角的 怎么办? 它是挡 小心这只 所以为什么你打公子伏虎的动作 公子拳也要这样打 拉尾就变成 明白吗? 所以铺牌完全不同 你拿手的位置 是吧? 我想打你 是不是被铺牌了 然后铺牌过来 就是这里 因为你拉尾就不能够打到我头 我哨的 我拉尾就在哪里打头 我这个呢? 这个是拉尾 这样 放长条桥打 你需要的功力 劲度足够 尤其是这条 上部的配合 你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 人 能可以 Bren 二